群友的这个问题非常具普遍性 在争得他同意之后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小帆格是他的入场点 大帆格是被止损 从这个位置图可以看出 他曾经的佛银已经大过了他的止损点 当佛银大过止损之后 要不要以保平损 每个人要根据他的交易策略执行 交易尽量保持一贯性 入场点在第一时间看上去选择不错 然而我们要记住市场是不确定的 群友的问题是被止损之后不敢入场 怎么办 所谓的不敢入场 是因为他曾经做对了方向 而历史图片最后出现了一大波下跌 而他却坐实了这个交易的机会 如果市场改一个方向 应该就不会出现他的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波下跌 诊断过程基本上没有出现 他可以确定的交易信号 他不敢做 不是因为情绪上的因素 而是实际上没有出现 他可以确定的交易信号 他的情绪因素是在市场完成了一波下跌之后 他看到错失了这个机会而造成的 所以他必须了解他这个交易整个过程都没有失误 要注意的是在出现情绪因素之后 会不会影响他下一次交易 好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市场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 而当我们交易的时候 必须要按照确定一致标准的信号执行 当你执行的是一贯和确定的交易信号 而你的亏损是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话 那么你就要接受这就是交易的一部分 而交易情绪有很大一部分 是由于看着历史图片而产生的 这种情绪不可能改变你的交易结果 然而对你的下一次交易会起到负面的作用 而我们必须认识这种情绪产生的原因 这样才可以避免这种情绪影响你的交易 我是Frank 看我的视频 你可以找到加入微信群的方法 谢谢收看 下次见